HELLO 聊世紀 天天的不行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無法衝突的比賽 好 那這場比賽一樣 就是TC被摧毀的話 那一方就會輸掉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子方選擇的文明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挖進速度 是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文明 但是他的垃圾兵 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土耳其人是非常需要黃金 去做出應對的 做出這個駱駝還有火槍 還有馬弓 進行一些打擊會比較好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火炮單位 可以讓他射程加兩點 讓他變成可以14點射程的火炮文明 所以整體來說 土耳其人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缺點就是沒有垃圾兵可以用 基本上有黃金的話 還有土耳其火箱兵 可以應付大部分的場面 OK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條盾人 那條盾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他本身的團隊加成 也可以讓隊友擁有抗招搶的效果 那條盾人的城堡射程 也是這個遊戲裡面 最遠射程的城堡這個距離 所以條盾人也很適合打這個陣地戰 在團戰來說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的騎兵路線是比較可惜一點 沒有耕種技術 所以他的騎兵跑的稍微慢了一點點 那他的步兵跟騎兵 到城堡時代的時候 近戰防護力會加一點 閉王石加兩點 所以整體來說是偏坦的 那遇到火氣文明的話 其實這個坦度就不是那麼的有用了 所以YO打圖爾七人 所以是一個偏難打的一個情況 而且圖爾七人他也是有這個白血碼攻 那條盾人本身是比較害怕箭矢單位的 所以圖爾七人這邊應對的方法是很多的 YO這邊可能會陷入一場苦戰也說不定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打法選擇 那我們先看到YO後面的城牆都已經全部刪除掉了 好 那這邊圖爾七人也是把封密的圍牆全部刪除 然後這邊是補下了一個魔防 那競技場來說的話 會比較注重在前期的資源分配調配啦 那才會知道是不是要打快攻 YO這個文明呢 他的快攻打法是這個塔弓拱戰術 不是塔弓拱 七村或是八村 去蓋劍塔 然後壓制敵人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這樣一打下去 封建時代會直接爆炸 如果圖爾七人是打一個極限 極限K跳城的話 那YO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因為越快升到城堡時代 YO的快攻可能就越容易被擋下來 好 YO這邊是十八村點封劍 那這邊呢 圖爾七人是正常的 好 持久P按上去了 YO這邊是要來打塔弓喔 那基本上在高手場 只要看到對方是條盾人 都要多多少少去提防一下 對手是不是打這個劍塔快攻 那像是這種劍塔快攻 比較有優勢的文明喔 像是朝鮮啊 或者是波蘭啊 這一種的文明喔 都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他們的挖石頭有加成 還有這個村民會是正回血的 種種特性的關係喔 所以讓這些文明喔 劍塔會有一些優勢在 還有這個西西里 城樓塔弓也是要特別注意的 好 那這邊看到 YO是直接拉六村 開始射擊 這邊的城牆 好 這邊的防守重點就是要去補石牆 那如果石牆現在不能補 就趕快修一修 好 那YO這邊的重點呢 就是要趕快把村民趕跑走 不要讓他修 好 那如果真的被對方修起來的話 YO會非常難受 那土耳其人這邊是補下了 一個新的石牆 好 這裡有一村可能會死 原來這個箭矢數量夠多喔 就算有點打偏喔 還是會有傷害喔 這就是條盾塔弓最強大的地方喔 哇靠 這個一滴血淘掉 太厲害了 好 那這個四級尷尬了喔 這個四級完全就是在這個射程裡喔 這繼續蓋下去會蓋到頭破血 哇 死了一村 兩村 三村 哇 YO這邊擊殺了三村啊 對手這裡有一個不好的示範喔 這個四級蓋在這個位置喔 他是為了毒口才蓋在這個射程裡 是覺得有點衝動了 不然就是要拉更多村民去蓋喔 好 不能再笑了 趕快拉新的村民過來 這個四級蓋不好 土耳其人就沒有辦法順利的升到城堡時代 但他現在的肉也不夠 所以待會一上去喔 還是要買個100肉才行 好 這邊村民 坦著這些傷害 終於把四級蓋好 右邊也終於為好 YO這邊進攻已經打得非常好了 三村的優勢拿下 那土耳其人這邊是損失了三村之後 二十三村 點上了這個城堡時代喔 那如果他有這三村存在的話 那應該是26匹深城堡時代的一個打法 那以土耳其人來說這個打法算是OK的 而且他還可以四人挖金 挖金速度過快 多的黃金還可以拿去買肉 好 土耳其人這邊有兩個分支打法 一個是趕快去挖石頭 待會一上層蓋土耳其火槍兵 造這個寶兵出來 那他的石頭在前方會比較尷尬一點 不然就是這邊要去外面偷偷挖石頭 好 土耳其人這邊是趕快補下房子 去防止對手YO去繼續進攻進來 好 這邊YO是打七村塔工喔 八村的 好 土耳其人這裡是 這一村怎麼 被點到了 OK 那這根劍塔 我們做的事情還是很多 我想先讓YO有意急射 這個劍塔可能會一直深插進來 那土耳其這邊一到城堡時代 要趕快先補下馬舟 或者是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會比較好 工程器製造所先補下 修道運要補嗎 還是要開TC或是挖石頭 唉唷 結果這個是一個鬼轉野外BK 家裡一個BK 野外一個BK DoubleBK 這個雙BK的一個情況 這個木材跟黃金小老師非常重 那他這樣一打就勢必會斷村喔 斷到頭破血流那種 所以土耳其人這邊是一個 這個蛇命打法 沒有要跟你去開農 甚至他斷村也在所不惜喔 這算是有種 自暴性打法我覺得 有點風險極大 那我本來是不太喜歡這種打法的人喔 所以我蠻好奇的 土耳其人這邊有什麼想法在 好 那土耳其人的肉碼會自動升級的關係 所以現在清奇兵已經up上去了 這邊清奇兵是要來掩護這邊的肉碼 這邊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邊赤頭過來 歪歪的手被打到了一下 第二下 直接砸死 歪歪的肉碼直接死在地上 好 這邊想要過來 但是有投石車 有投石車在的話 家裡防守應該暫時沒問題 哇 這個投石直接拍死了一隻村民 右邊屯的三台工程器製造所 那不知道YOS的視野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有奇怪的東西 好 其實YOS根本沒有看到 這裡有投石車要來了 OK 那是他建築物喔 剛好是恰好放在這個位置 剛好可以抵擋一下 好 投石車先砸了十槍 好 這邊 家裡有狀況 有沒有發現呢 好 這裡先補個一個軍營 這邊要準備撐城堡時代了 好 這裡家裡補一根劍塔 看可不可以爭取一些時間 城堡時代還有兩分半 那土耳其人家裡現在一直斷村的關係 也沒有辦法再繼續暗村民喔 不然待會還要再買一百肉 又用這個黃金直接去買 那如果現在買肉的話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裡的單位 會越來越少 因為他這邊的重點 是要讓自己的投石車數量夠多 每一根劍塔都要順利拆鎖 藉此獲得自己的工程優勢 所以不太可能把這個黃金 投資在這個 買肉身上 好 右邊這一個工程器製造所的 投石車有點危險 後面這隻村民 好 槍兵過來解一下 哎呀 差一點戳掉這隻新奇兵 好 趕快再繼續修理 好 左邊這一台投石器 快被射掉了 YO這時候賺到了一台 但是劍塔還是爆了 好 對手YO直接過來 但是投石車可以硬拍 閃險肉碼被解決掉 後面兩台弩炮 把過來的村民給解決掉了 好 三台投石車繼續往前 家裡的問題沒有解決 沒有補下農田 所以也沒有辦法繼續按村民 現在圖爾西人已經 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四分鐘了 但是YO暫時也不好解 這一坨的工程器 那這了解的比較乾淨的做法 就是要趕快去 轉這個騎士出來 會比較好 或是也是轉出工程器製造所 BK 投石固頭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但是現在YO為了修城鎮中心 修到自己的木頭已經歸零 沒有人在伐木 原來這個伐木場被控了下來 好 這邊條路人 直接拉了村民 非常多 過來手撕工程器 哎呀 這裡投石車被打掉了一台 還有三個奴炮 好 投石車這邊回頭打一發 YO的村民術只剩下十三村 好 到後面這個奴炮 依舊還在輸出 打得非常開心 投石車趕快再砸一發 要不要砸自己人呢 喔 騎士過來直接被拍掉 YO這裡尷尬了 這隻騎士本來是關鍵的救星 結果被這樣一搞 好 直接爆開 好 後面三隻村民海賊 馬往炫駕 這裡投石車再拍個一下 哇 YO開局 23分 村民只剩下七村 OK 這個 難得 YO有這種打到頭破血流的畫面 好 這裡趕快去救一下 這裡按了一台奴炮 炮解掉這隻村民 好 現在遊戲時間23分鐘 剛剛只剩下六隻村民了 土耳其的城鎮中心閒置 剛剛來到六分鐘 現在突然好像顯得 不是那麼的糟糕了 好 但是騎士陰暗的一隻 雖然有點斷村 但是這隻騎士出來 工程器的這一波攻勢 總可以解的掉了 好 這裡趕快去追殺出來的土耳其的村民 有沒有看到呢 有 這邊村民也不能回頭打 這個騎士是有裝甲的 村民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三隻村民分頭 掉頭走路 但是 應該也是不是追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YO這波六村 六村怎麼打 25村 村民數差距20村 而且土耳其人這邊開始回弄了 擊殺掉了這麼多村民分數 跟YO的分數卻是差不多的 好 那這邊騎士很關鍵 接下來這邊的騎士 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單位 千萬不能輕輕送掉 好 這裡頭石車可以保護 但是修道院已經出來了 只要有僧侶 騎士就不能太過舒服 好 這裡村民收村 但是肉有點斷村了 這裡繼續斷村 僧侶慢慢按 好 僧侶稍微用拳頭反打回去 YO一直在用自己的騎士 去為自己爭取時間 村民宿終於回來到了10隻村民了 頭石車一直想要偷砸YO的騎士 但這個騎士真的是很煩 好 那有機會招牆到嗎 應該是沒有辦法 冤條盾有抗招牆的效果 那土耳其人這邊也可以去選擇 補下一個馬舅 但是現在補馬舅 還要補這個軍銀 所以暫時用生旅去擋 還是最好的一個選項 好 這邊騎士過來 想要直接硬點嗎 沒有 過來招翔 繼續逼退 土耳其人這邊挖 建議繼續挖 好 YO這邊沒有放棄比賽 還在努力想要進行反擊 好 那這邊可能兩邊 會進入一個回農期 約兩隻騎士遇到生旅 其實也沒有辦法太多 做太多的操作出來了 畢竟你被招翔 勢必要拉走 不拉走的話會有虧 好 那多了些人 這邊重點就是要把生旅放在自家附近 有個機會 有機會的話再出去減生我 但現在是沒什麼太多機會的感覺 好 這邊繼續逼退對手 好 暗雷這個投石車 要不要修一下去慢慢拆除 札里東的箭塔問題 這其實可以慢慢去解決了 YO這邊回弄村民宿 來到了18隻村民 好 富爾西人這邊透過買賣 直接買出了一根城堡 這隻騎士過來 差點被招翔掉 還好有抗招翔 還沒事 好 最後蓋寶死了一隻村民 這應該算是公安意外 蓋城堡 蓋到死村民了 這個公安不... 這個工地施工不太安全 這個居然施工城堡 施工到死村民了 好 富爾西人這邊蓋完城堡之後 馬上開始轉出了火槍兵 火槍兵是需要金跟肉的 所以這邊肉類要需要多一點 待會農田再補些會比較好 避免斷村 跟火槍兵按的壓力會稍微小一些些 那這個洞要趕快找機會補起來 不能這樣子 換雲光臨買鳳 這個洞一定要補 機會堵一下 好 萬要這邊要反擊 土耳西火槍兵的話 最好的方法是用戰毛兵 或者是投石車 或者是打這個生侶 這三個方法都是比較恰當的 對於條頓來說 那當然條頓也是可以用騎士 去打土耳西火槍兵 但是通常打一打 很容易被優勢交換 因為土耳西火槍兵的傷害力非常高 初死傷害就是17點傷害了 所以打這個騎士傷害是非常高的 YL這邊是用 生侶加上騎士的打法 這裡有神聖思想的關係 所以火槍兵 投石車一發沒有辦法打倒 結果 這邊是有點救贖思想 投石車直接招回來用 還招到了兩隻土耳西火槍兵 趕快把殘血的生侶給點掉 點掉 再點掉 上面還有一隻 看起來YO這波擋的是不錯 但是沒有問題 土耳西人土耳西火槍兵要趕快繼續補 那YO這邊的生侶也要趕快繼續按了 這裡至少不到三到四隻 會比較安心一點 那現在土耳西人遇到生侶開局的話 也可以轉出肉碼 去針對敵方的生侶 畢竟免費的青騎兵轉一些生侶 打起來也是蠻舒服的 而且條盾的騎士一定也追不到青騎兵 因為他沒有跟蹤技術 所以土耳西人這邊只要點下跟蹤技術的話 青騎兵只要操作得好 生侶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好 土耳西人補下了二級伐木 後面補了一個軍營 可能是想要補馬就轉肉碼了 這邊開始用火槍兵 慢慢把這個建築物給解決掉 後面馬上補了一個馬就 YO這邊是繼續按生侶 雙修道院爆生旅 下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YO有注意到 趕快來招想一下 畢竟有這個救贖思想 就可以連建築物也招想 OK 土耳西人這邊是 來到了非常多隻的數量 12隻了 12隻的話沒記錯 可以一發一隻騎士 全部有打中的話 好 YO這邊應該有看到了喔 好 看一下一發能為一個 近距離開火 秒殺 哇 這個火力就是土耳西火槍兵 五高鐵 這個火力好狂啊 好 生侶趕快走 好 一隻 兩隻 招到兩隻 土耳西火槍兵 後面的生侶有點遠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 沒有辦法招牆到 也沒有辦法射到 有點遠了 但其實土耳西火槍兵 是可以 再走兩步 就可以打到生侶的 因為生侶的招牆距離是9點射程 所以如果他只要離圍牆太近的話 剛剛是有機會反擊的 但是YO剛剛的細節就是做得很好 把這個生侶放在這個地方 讓他就算靠近圍牆 也都遲到這個位置 而不能遲到後方的位置 所以這個算是YO剛剛生侶打得很好 細節 好 土耳西人這邊是補下了根 這個一級農田 授根技術 好 外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控制一下這個礦區 好 整體來說 YO是打土耳西人不太有利的 但這邊是直接選擇了 單TC術帝王 然後想用這個印刷技術 反制生侶回去 好 但是土耳西人也轉出肉馬來了 好 我有肉馬 而且我也是單TC 待會也要點帝王時代了 好 繼續招翔 那YO這邊有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這邊可以考慮補一個TC出來 開始去偷農 但是以YO的選擇打法 通常是一波要兇就兇到底 要打樹地就樹到底 不太會有那種中途 要打不打的那種感覺 算是YO的一個特點 所以這邊應該是不會去補TC的 單純就是僧侶 然後按這個印刷技術 待會補個什麼槍兵啊 或者是補個什麼騎士 稍微防守一下 那也有可能會轉火炮 但不管怎麼說 現在這個情況 對方的土耳西火槍兵 給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好 這邊騎士要轉回跑了 不然又要被火槍兵直接集火倒地 好 YO果然轉出了槍兵 槍兵是一個很好防守 清起兵的一個手段 好 護衛技術 一擊步兵鎧甲也點了 這個突襲火槍兵一直在旁邊巡邏 好 城堡也蓋在了門口 準備要來瀕臨城下 待會應該要先轉巨頭 好 後面要趕快補工程器製造索嗎 要轉火炮嗎 那現在這個情況要轉火炮 還需要一點資源 好 YO這邊是補下了城堡 在正面的位置 好 點下了印刷技術 還有啟示思想 好 這裡沒有神權政治喔 所以很考驗YO的手術 YO看到對手有反應過來 趕快拉走喔 你有反應我就撤 你有反應我就撤 你沒反應我就招 好 拖鞋人這裡點下了一端斜縮 這個大手筆阿 一端斜縮點下去之後 神呂遭翔也不會變成敵方的喔 會自己原地暴斃喔 OK YO這邊神權政治也點下了 待會兒神呂一坨遭翔也只有一隻神呂需要休息 這樣讓招搶難度喔 大幅下降 好 YO這邊是補下了巨型投資機 土耳其人這裡也是補下巨型投資機 兩邊都是巨型投資機 那這個情況下 土耳其人要趕快轉出火炮來會比較好 這邊打正地戰喔 自己的火炮是比較厲害的 雖然YO也有火炮 但射程來說是稍微輸土耳其的 OK第一台巨頭出來了 升到地獄的時代 洛馬也升級上去 匈牙利輕騎兵大洛馬就升級完了 而且還加了一點遠防喔 這土耳其人的能力喔 算是在打單挑來說 適合一個很強大的能力 這個把殘荒營地取消掉 回收一些木頭 想要趕快按第二台土耳其火槍 去按第二台巨型投資機 土耳其人的木頭現在非常缺乏了 好 現在升旅打正地戰 好 巨型投資機正在開拆 59對46村 好 先點掉右邊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 帶升旅過來 好 21隻土耳其火槍兵喔 這邊要衝進去了嗎 那待會如果看到YO YO看到土耳其這邊如果有 異端邪說應該會傻眼 好 大洛馬上前開拷 飛翁狂快速解決掉前線的三隻僧侶 好 這裡洛馬撞到了重裝長槍兵 你應該不要直接往後拉喔 攻擊後方的僧侶就好 因為你只要一點僧侶 這個剩下的洛馬 就會攻擊附近的僧侶 以解僧侶的方法來說 洛馬是最好的東西啊 哇 這裡再一刀 收進城堡裡 YO的僧侶處只剩下少量的六隻 土耳其火槍兵已經殺進來了 後面巨型投資機再度往前 YO這邊的巨型投資機很關鍵 能不能打到這邊巨頭呢 好 看起來很困難 後面僧侶招翔一下 但是招翔才發現 有一端邪說 完了 要崩潰了 好 火槍兵這邊射得很開心 現在土耳其人已經擊殺了44隻的村民 YO的三台巨頭開始往右側走 好 土耳其人這裡並沒有補下 工程器製造手想要轉火炮 好 很專注的在攻擊前方的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現在血量太低的話 生侶也沒有辦法繼續躲 完蛋了 這是最後的庇護所 YO這邊生侶直接時光 好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這個土耳其 明切斯特拿下比賽勝利 明切斯特他的比賽 打法也是相當有特色 想法目標也是相當明確的 他的打法也是這樣 單TC直接推完了 那土耳其人這招打法 確實很厲害 也不太好擋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土耳其人拿到所有支援勝利 畢竟YO在23分鐘的時候 村民術直接降到了谷底啊 這時候的村民術只有六隻村民 真的是太慘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我們下班的呼籲 請記載 多謝 我們下班 站